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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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午早 今天要說 國家議選的理論和事務 我這個工業是 去年到這段 但是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工業沒有什麼改變 講的來容 有人實在不一樣 想想跟大家說 跟大家報告一件 大家就說 經濟學 是很多人很害怕 經濟學 經濟學的觀念 很容易了解 很容易了解 如果沒有 一開始去 研讀 沒辦法 把那個經濟學的觀念 放在臉上 都是一般人的看法 一般的生活上的看法 政治都是不對 所以很多做國平的人 都了解 都了解 因為他不知道 經濟規律 不同經濟規律 很多的經濟事物 也沒有經濟學的觀念 也沒有經濟規律 所以 我們 這個經濟 會改善困難 特別是經濟規律 經濟規律 都做得不好 我們這個 簡單是說 遺旋的便座 遺旋的便座 第一次我們說PPPS 就是設計 叫做遺旋制度 最古早 最古早不要說 中華美國 就是美國還是歐洲一樣 最古早 是都叫做incrementalism 就是說 每年都在政家 每年都在政家 歐洲在這個 民主國家成立前後 他也是都 國王制度 國王要花多少錢 之後就要收多少錢 所以我們看羅賓漢 羅賓富 他為什麼要控水 這個貴族 這個聖的聖主 他要花多少錢 他就把農民扣多少錢 扣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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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農費 沒有人扣多少 所以就是 就是沒有議費 沒有人民的動議 他就一直開 一直開 所以 水手就一直扔 扔到讓農民 沒辦法生活 沒辦法生存 就控水 所以 傳統的 不管中國 還是施工 都是inclementalism 的地爭主義 去年花一百 今年要花一百 今年要花一百 明年要花一百三 一直前到一直前 再來要花一百 我要花二百 最明明就是 路易十六 就去 去面 這樣 上了斷頭台 一直到 一直到 數空年 以後 才開始說 有預算的 制度出來 想開始是 接好預算 取消預算 蘋果 你這個 開銷出 有那個效果 有 接好預算 只要因為 看到說 工廠街 工廠街 在做投資的時候 他們都精打細算 都算得很兇 我們個人的開銷 還是這個 工廠都辦 他要做一個 投資的行動 一定 失之在三 去計算說 我這個投資案 有離不離 我們個人要買一間房 要哪裡買 這間房一千萬 我買到 有那個價錢嗎 我有多少錢 或是說這間房五百萬 我有多少錢 那時候我有五百萬 我買這間房 買到不買 要做一個衡量 買這間房 有什麼好處 有三賣房 那三賣房 買下去的時候 就代表說 這間房 在未來這段時間 三十年 甚至五十年 它所新鮮的效益 超過五百萬 在這裡買 這才可以 我們也可以用 所謂的事 來做改遂 然後 公司工廠在那裡 做投資的時候 他會考慮說 我這次 買這個投資的價位的時候 當時會回收 在現出市場的利率 利率 市場的利率 跟市場說五百萬 我五百萬 算下去 長久 我投資了 可能十年的時候 我沒有回收 我就倒下去 因為什麼 十年的時候 那些價錢就開了 Worn out 那些價錢說Worn out 不可以用 或是它的效能不佳 或是新的價錢出來 十年之後 這個中間有人做研發說 我的紡織機 現在這個價錢買到的時候 十年要 這個紡織機說不好 所以我在那些十年裡面 要攤我回來 所以這個投資 要一千萬 我十年裡面一定要攤超過一千萬 是攤的嗎 不是 不是貴的 是在那攤一千萬 所有的資本 所有的資本 都靠掉的時候 這個固定成本 跟你的變動成本 都靠掉的時候 所有的變動成本 就你請工人 你的電費 水費 辦公費用什麼 都靠掉 這樣的時候 你要攤一千萬 回來是攤一千萬 我就回來 支援一千萬 我就回來 你這裡算是優利 如果沒有一千萬 我就回來 你這十年裡面 你可以放一千萬 下去倒數 歷史 這樣 所以 他這個 要做這個蘋果的時候 就是設計 計位 計位 計位計算制度 計位計算制度 要做這個 成本跟學位的分析 就是我們在四段要講的 我們日後美國 跟我說 江山街的效率這麼好 我政府的效率 沒辦法那麼好 這要回過頭來看一看什麼 EQ三空年代 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大蕭條的心 羅斯福 做很多工作 但最後都證明 那都是失敗 都是失敗 所以跟EQ40年代的心 因為 參加 歷史世界大戰的關係 他們國防部就開始 精打細算 要怎麼用 最早的開銷 打最好的 戰爭 打贏這個戰爭 所以他們國防部 修正 來採用這個 設計計位計算制度 另外美國在 EQ六空年代 要是什麼 要是績效預算 要是 inclementalism 就是地政主義的 這個 繼續使用 一直到 一直到這個 EQ七空年代的時候 才說 我們不能再用那個 我們要用什麼 用那個 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但是 制度很好 你如果 執行之後不好 一樣 沒辦法 真的很好 現在現實是 對EQ七空年代跟這段 也一樣 雖然說 我們是用PVPS 水上也是要地政主義 所以這裡的財政知識 建議要嚴重 我們看這個環節 PVPS的環節 第一個就是說 收支病例 就是說經常藏鋼 跟資本藏 要收支病例的原則 經常收支到資本收支 經常收支 就是說 每年每年都有收集的 稅收就經常收集 這個 資本的收集 就是說 我這個 這個 稅收集 有收集 還是說我這個 雞牛做的 每一台車 經過這裡都要 通過 通過這條雞的信 都要收十塊 我收回來這個收集 就是 資本的收集 國所公共同行費 就是資本的收集 因為我國所公共是 一個資本的稅收集 所以第一個 原則就是說 經常收集 跟經常支支 都要放著 經常支支 就是說 我真行費 政府要運作 要有人辦公 辦公要給薪水 這就是人工的 最基本的就是 跟辦公費 這樣 資本的支出 就是說 我如果再投資 國所公共的 他要什麼 他要維護費用 現在是舞陽快速道路 一樣 這就是資本的支出 但是今天就是說 財政收集跟財政的支出 要相定 才不會恰意 這大家比較了解 所以這樣政府 財政收集 一定要維護費 我多少錢收集 我做多少事情 不要說我收集是一千億 但是我要花兩千億 所以長期以來 我們看到我們的財政 財政的差距 都一直 每年都累積 這些會負責越累 負責加工 這個這個 很多 現在說基金 很多基金的 勞保資金 沒辦法運作的時候 政府沒辦法打 他說我財政差距這麼困難 負責越率 我應該一年立資 立資兩千萬 我沒辦法幫你打這個 勞退資金 變成這樣 第三點就是說 一本比要比一個比較多 就是說你投資一千萬 你十年財政要多少 要超過一千萬 財政就是利益 你的利益 收益部分 你投資幾千萬 所以限制 那些成本 就是說 但是你收集是 十年裡面你 增收入 增收入 那收益部分 一千五百萬 你現在投資一千 現出市投資一千萬 你每年每年收集 增收入收集 會還原成限制 現出市的一千萬來比 那些一千五百萬 那你的一本比得大 一千五百萬 除一千萬 就是1.5萬 第四點就是說 要有替代方案 你做這個投資 說你這次工廠 公司做這個投資一千萬 買機械 這是可以賺一千五百萬 另外一個投資 是不是 就是說 你本的機械 多一千萬 把投資一千五百萬 我去買 買那個 捷克 捷克在1980年代 我們開始開放捷克的 產品進口的時候 很多人去買捷克紡織機 舖這機 七空年代 八空年代 開放後去買捷克 舖這機的時候 速度很快 效率很快 可以賺兩千萬 這當然我就 這個價位應該是 不是一千萬 我就買一本 我就買捷克的 類似這樣 這是替代方案的東西 第二點是說 財政收入的工具 普通我們要做預算的時候 先説説 我有多少錢 就是財政收入 財政收入 第一項就是經常收入 就是稅募 稅跟稅募 什麼稅 跟稅收的工具 這樣 稅募當然是 我們如果是 東方政府有 東方政府的稅收 東方政府的稅收 所以這個東西是 影響什麼 兩面潤 就是收入 要來做政府的支出量 所以這個支出的效率 一定要管 所以為什麼一分比 一定要大於一 民眾才會感受 你這個建設是有效的 不是像現在 美國政府裡面 蓋了很多蚊子館 婦女館 青年館 在美國你看到沒有這個 什麼婦女館 青年館 沒有這個東西 中宮一個島區 有一個convention center 這個convention center 老中青 婦女 男男女女 都可以一次用 他去很大間 有很多空間 很多婚室 很多活動空間 每一個單位 不管老人 年輕人 女兒 婦女 男女 都可以來申請 使用這個地方的空間 不是說 我們就已經有一個convention center 以前也是有 像以前 我們有那種市民 外農中心 就是中 跟鳳姐做中山館 國所在都有中山館 那就是市民外農中心的 中山館有的所在 又變成什麼 民眾會有沾 國民黨有民眾會有沾 變成東部在控制 這是不對 有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公開給大家使用 那就是福利館 青年館 老人館 老人肥館 很多 都是農肥 都是農肥 所以這就是 水修這部分 水 水修這部分 另外 就要看什麼 水一定要 降到它的中立性 水的中立性 什麼叫中立性 中立性 就是說 不會影響到人的 境界行為的改變 翁翁水就會影響人的 境界行為的改變 我如果對公司 扣比較高的水 公司就是 哇 我滴滴滴滴 本來 可以探15萬的 讓你扣水 變成一千兩百萬 是不是 可以探一千兩百萬的 讓你扣水 扣掉的時候 變九百萬 我導賣一千萬 所以十年來 我才有九百萬 不可以做 我就不可以做這個導賣 所以水的利害行 在這個地方 是怎麼說 一定要 水要輕 水如果要輕 就是要支出不要亂開 支出效能好 你如果支出效能好 政府不要亂開 你就是不用 很高的稅率 就能降價 不但不用政家 就能降價 就是說 我們現在收的水 公司水 或個人收的水 都是10% 10%我們來用的時候 有夠用 現在政府不要亂用 不要貪污 我們就可以 都有存錢 有存錢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 50%變成8% 還是甚至減這個5% 這樣的時候 鋼箱的 那個導賣的意願 就很高 因為我本來 可以賺一千五百萬 現在我減水 對10%減到5% 我可以賺兩千萬 這個導賣他做了 摩扎可以做 摩扎也可以做 摩扎也可以做 摩扎的效率 比較低 因為我同樣 導賣1千萬 它可以賺一千兩百萬 加水減到10%變成5% 可以賺一千五百萬 也會導購下去 本來賺一百萬 減水之後 我可以賺一千兩百萬 我也會導購下去 這樣的時候 大家都在導購的時候 變成四季的 人就救了 因為很多人 就要找到頭 所以只要靠你政府裡面 效能不佳 靠你民間 效能比較高 這樣就可以增加 就會機會 不用政府來干涉 救援機會 減稅就能增加救援機會 不用政府說 我用什麼 用八百塊請人去做工 還是說很多人職業的時候 我用救援金來救援職業 你若是水很輕 自然 很多工廠 他就可以導購 接槍 那他 他就需要工人來做工作 就 救援的機會就比較多了 所以這是支援的運用不一樣 這要經濟在心 不是說 越小的政府 政府做工作做哪就哪好 政府的人員哪就哪好 政府對工商界 還是對民間的 經濟生活的干涉哪就哪好 那就是 古典學派 古典學派的主張 也證明說 古典學派跟這種時候 他的主張也是政客 這是經常收入 會稅收這個東西 第一方就是資本收入 我們剛才說 我古典學派 開下去 250萬開下去之後 本來古典學派是要100萬 創護行車250萬 但是發見說 費收很近 很多 古典學派 古典學派 不要看收費 收費站的收費 一個月兩三萬 但是你會記得 你如果去買票票 他都一張聽起來 第一張聽起來 給你九張 對不對 那張一張一張聽起來 他還會頂著 十張 或是三百塊 還會打一個 才會八折 我以前做九張的時候 我會思議說 九張 我可以買到打八折 三十二塊就買到 我真的沒有 我買太多 那就是那個收費 那個小姐 他第一張聽起來的時候 一直把他擠作費 擠十張 賣你三百十塊 那是他的福利 所以 不要小看 那種的收費站 小姐先生 會收費 但是他的基本薪水 是三萬塊的時候 他接兵 再收費 去賣 他也是 有可能一股 會超過三萬塊 所以你要去 九州公路收費站 去做收費員 也是一樣 你如果沒有關收 也不會在一起 要這樣看 所以普通 我們的支出 都一定是要有自償性 那個自償性 那個什麼自在性 對不對 常在的常 償還的常 仁治旁 還有一個欣賞的常 就 我們每一個 資本的基礎 都要有自償的 那個 回收 回收的這個價位 這就是資本的收費 第三種就是說 政府的收費 民眾的收費 民眾的收費都花不夠 我孫夫當時 很特別的狀況 特別的狀況 是什麼狀況 狀況 就是像2008年 到這次以來 的 蕭條 連續四年的蕭條 我剛才說 我說 2005年 四月二六 到五月四六 我去 紐約做一個 訪問研究 回來 我演講 有三個演講 我說 這邊的 經濟不景氣 不是三黨五黨的改革 是非常嚴重 可以到 一九三空年代 那種大蕭條 大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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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長 差不多長 所以如果有的人不相信 去買國標部就賺到錢 但最近以來 就近兩三年來 並沒有多少人賺到大錢 因為歐債問題 美國的經濟福祉問題 跟中國他本身內需不振 所產生的問題 貨商在影響來影響去的時候 沒有還有兩三年 如果還有兩三年 就正如我之前說的 兩千空白年五月出來 說 說 這邊的危機 經濟危機 是差不多要七年八年 不過已經 對兩千空白年 空到空十 十月十日四年過了 四年過的時候 如果再讓我們 投過兩年 三個過兩年 兩千空十四年 美國說 兩千空十四年進行 利率不負責 如果是這樣 過兩年就六年 在接著接著 到兩千空十五年 開始負責利率的時候 經過的這個 我們的投資環境就改變了 這當時很有可能 我們的經濟一定在泡沫化 放地傘的泡沫化 高票的泡沫化 高票的泡沫化 高票可能會 會拉一波 以外要變泡沫化 引擎遊戲過來 因為什麼 寬鬆貨幣的關係 這特別要注意 就是說 經常收入跟資本收入 不夠開的時候 在這個不景氣的時候 要什麼 政府一定要大量 做一些公共建設 就是凱因斯主義 已經是違反古典主義 凱因斯主義 所以這段時間 政府就要發行公債 你如果稅收不足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大建設 或是問國所在 要幫出去做一些小建設 合起來也是 很多花錢的錢 或是說要萬求這個 社業的問題 你要花錢 這段時間 就是說社會 手續方面的開銷 你就要增加你的錢出的時候 你的經常 收入跟資本收入不夠的時候 你就要去發明公債 我們這幾年公債、法庭 今年都欠兩千億 兩千億以上 就是銀行貸款 政府都跟銀行貸款 都借一年 跟今年借五十億 到九季的時候 另外又借五十億 一年一年跟圓 那也是變成長期 變成一個富債 通常我們的計算 計算富債的時候 都說一年以來不算 就是政府就用這個方法 來做這個銷 那另外再來第三個大大問題 就是技術價位的意見 就是說經常的技術 資本的技術 說服技術 我們就比較重要 說服技術 就是說對工商家的補助 這就是我們的獎勵投資條例 產業升級條例 產創條例 產業創新條例 這個東西是說服技術 經常技術比較好算 就是說 真性肥 人數肥 辦公肥 這都更固定 更不可能改變 所以我們租民主長在說 我們民進府接政權的時候 公務員控制在二十萬以來 這是合理的 我們公務員這次不只二十萬 另外,替府的公務員,他的替府制度最佩服 在地的時候一個月餘五萬,替府的時候一個月餘六萬 各位想看看,這哪有這種政府的條件 所以,中華美國或是國民黨,他就是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制度來補充他的基本的支持者 民黨要出來時,很多人怕,怕民黨坐起來時,我十八趴就不起來 變成這樣去,所以他就去一間在支持國民黨 因為過人的利益,大部分的人,苦力不是政府國家經濟利益 苦力是過人的利益,特別我們的教育,我們的社會風氣 變成大家積極忙忙都在考慮自己的制度 不是考慮國家的制度 所以,他這個退休制度就變成非常優惠 非常優惠 在這種情況之下,你雖然說,公務員差不多30萬 但你要儲那些退休人員,如果這20萬,同樣 變成說,你經過的制度在儲50萬,公務員 我們就說軍公教,軍公教,跟學校來補充之後 軍公到學校來補充之後,這60萬 這60萬退休之後,那是65萬退休 之前50萬就有人退休了嘛 50萬退休 你要想看看,退休的制度很好,大家說 活到哪久,你哪有哪久 活到越久,靈的越多 所以你如果活到越久靈的越多 我在一個時候,我就不用打拼 做到要死後會扎死 做到要死後會扎死 所以我不是說分嘛 不知道說,我在省政府做國務的時候 3點以後就沒人上班了 3點以後,大家都去好山、八山 去呼吸新鮮空氣 所以那些人會有55歲 或是60歲退休或是65歲退休 滾到95歲 滾到95歲 那如果80歲死以後再帶個母 這個95歲死的時候這個母 少年 60歲而已 你就還給他半生 這個母可以繼續領半生 所以退休金本來是六萬 一個月六萬月退 他死的時候這個母 還領三萬 領到這個母的60歲 還換到一百歲 你就要去養肚 六萬月退休 哇,這可能跟希臘一樣 會領到 所以 這麼多人說,沒有時候 以前做 以前沒頭到去 讀一個 示範學校 出來就去做老師 老師做四十 四十五年 二十歲開始做 十九歲就開始做 十幾歲開始做 做老師做四十五年 六十五月退休 六十五月退休 退休的時候說 我沒有時候說 我本來 我薪水只有六萬塊而已 退休說可以五百萬 放十八百 五百萬放十八百 一年剛才多少 九十萬 九十萬除以十二 結果七萬五 我本來這裡六萬塊而已 退休金才五百萬 可以 反正你放五百萬 五百萬都放在那裡 十八百多而已 九十萬一 結果都七萬五 比什麼 比我本來做老師 六萬塊比較多 這樣就比較多 對不對 所以大家 月退休開始就都在運動了 前面我的雞爬正頭 有一條叫做十八趴步道 十八趴步道 因為什麼 沒有時間三點五百 就很多公務員 沒有退休的跟退休的公務員 在那裡爬步道 登山嘛 那步道很緩和 八趴山的 電動要去 電動要去南道那條路 大家如果去看看 這次十八趴步道 已經換對我們道後面去了 有人知道風波廣場嗎 沒看過嗎 沒去過嗎 風波廣場你知道嗎 特別是中部的 風波廣場 那是我們島後面 我們是最高級風波廣場的 結果我沒辦法 我才是站起來都去查 但我有時候 我們村民在街上 沒有去那邊看看 一邊說 你從哪裡來 高雄來的 你從哪裡來 台北來的 你怎麼不可以走 就從我這裡來 爬天 你們那風波廣場 你們兩邊旁邊都有 市場有 有跌到 一頭這裡不爬 那這裡走不爬 爬起來不爬 爬起來不爬 所以大家 一旋十 十旋百的 大家都走在這裡 我剛才就走不爬 我們這裡的人 走不爬 你如果走到我們這裡 冬天就去我們那裡 沒有什麼 秋葉 但是夏天 就要來你們這裡 因為你們這裡有秋葉 不爬 你想看看 火雄穿著 他整車都是公務員 所以變成十八趴的步道 就是十八趴風波廣場 你想看看 這個政府要怎麼不去 只會他們這裡也要走 按照度理 一個公務員拿下來 一定要做一些社會的服務 在美國 很多公務員拿下來都做什麼 做Varanteer 做旅工 在我國書公園裡面 他做旅工的時候 有一個旅工的備账和政見 發生什麼事件的時候 他馬上在做處理 代表什麼 代表政府官員 代表警察 在做處理 你可以向我們新來 很多人這樣 還有旅工在做什麼 領差 還是說對差這個不法 還是說對差這個交通的違規 都在做這些工作 那旅工是不得錢的 不像我們說 要掛一個旅工結果是領錢的 那是不一樣 所以經常其實比較好算 就是說薪水比較多 大部分是辦公費 買紙買筆那種 自分其實就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 要再打一條捷運 像現在土文館 規劃很多捷運線路 全部都出來了 要做嗎 第一條要做對調 跟這個金牙玉環 第一條要做 總不可能說所有的捷運 一隻手都做起來 所以第一條要做對調 這中間就是要去規劃 這個資本 資本的基礎要花多少錢 這個效率可以產生嗎 現在這條做下去之後 有回收嗎 收回來的錢有夠多嗎 幾年裡面可以回收這個 開出的資本 資本去了 像 我們看台北的捷運 實在是說起來 很成功 但是成功的背後是什麼 大量花錢 花差不多五千億 差不多五千億 那五千億的時候你看 因為台北地区 人很多 加上去人很多 每一天每一天 這樣出錢 經常十通通 特別是上班到下班的時候 所以錢也很賺錢 你想想看 台北的捷運 你如果看那些帥哥的美女 你如果是 不跟國民黨 不相當的關係 不可能是他 他在扣持的時候 他也會跟他分辨 看你的紀錄 你們爸爸參加民政府的 這不行 你知道嗎 你們爸爸是 國民黨的立委 還是議員 很可以 其他大份力 都號稱 我們看不看那些外星人 都六方來臉 第二代第三代 都六方來臉 第二代第三代 所以 說起來 那個待遇都很好 雖然待遇都很好 他們裡面有很多 我們看不到的 和做附加的 那個利益 英文叫做French Benefit 你的薪水以外 不然 肯定會付到一些好康的 獎金 有的不的米 肉 年中的 那個Bonus 分配 都有 所以算來算去 算到最後的結論 最好年中結算的時候 他們說 捷運賺不到多少錢 那時候收入很多 總收入 營業收入是很好的 所以他們就拚命開 拚命開到什麼程度 在捷運裡面 很多 有的有消息 有的欺負 有的欺負 你如果參加民進府 你的死 不可能放在那裡 你如果看參加民進府 你的圖片 不可能放在那裡 這都自己 來補的 這個 錢 要來補自己的人 的心胸 你用這個 來看 一些 他的指指 在這裡 就是這樣 第四段 我們要講的成本效益 我們用最簡單的 來講 前面講 你說 你為什麼買買這間桌 一千萬 你想想看 差不多五百萬 手頂已經五百萬 甚至你有八百萬 要來買這間桌 結果這間桌 只要一千萬 你想想我一定買這間桌 一個我二萬五 一年再多少 三十萬 一年三十萬 一年再多少 如果是這樣打下去 一年三十萬 十年多少 三百萬 事情多少 六百萬 三年多少 九百萬 這間桌看起來 可以加多 regarde 中間 lifting 我買了 價格是一千萬 还是2000万 还是500万 这就要考虑了 这五六十年以来 假设是有戒不下去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管理在哪里 所以当有500万的时候 哎呦我 没戒还要救500万 中来都不要欠钱 只要叫他去 跟救500万 去他人救500万 不敢 不敢去救这500万 所以 他就说 我担我 较人贪钱 较缺 叫大家较人贪 较缺 较我一千万的时候 这间住变两千万 变两千万 很多人都这样 是怎么办 是怎么办 房间有戒不下 有 有时候说 这次房间房间伤了 已经有下 下了一千两千 在那里 上严重的实际当时 下了 差不多两千年 两千空一年 两千空两年 那时候下了上严重 有很明显的路线 帮你散事 他的敌心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水节观 他现在很强劲 起一坡的时候 就开始持平 持平持平 持平中 你没没水 有的人就降价求疏 所以稍微这样下去 经体稍微这样下去 一时 再下一坡的时候 你董哥 下一坡 房间 没了之后 就再 蹦一下 跳下去 跳很大坡 又起滚 一世人 刚才一回 起滚 你就 有 够了 所以賣的房地傘 在這種水解之下 只要你看看他 你玩的好 就錢就要買 就錢就要買 這就是說 你的最后那個價錢很大 最后那個價錢 我用這個寫 房地傘的價錢 你的租金30萬 30萬 30萬 利率告訴我5% T.1 30萬一號 用410萬30萬一號 你這個30萬沒問題 利率 這個30萬 你賣掉 本來是1千萬 這1千萬喔 你錢什麼 這你錢去到3千萬 最好你賣掉 價格是3千萬 所以這樣算起來的時候 我的估計 30萬 因為這套錢就90萬 一九百萬 但你這3千萬先 當然這要看利率的高低 你如果利率儘管10% 當然這就沒多大 你如果像這次2% 就3% 本來你借的信 這都是6% 剛剛這三十年前的6% 現在算多少 現在算是3% 這樣算起來 所以你這個 粗粗這樣 如果有計算機算起來 算起來的時候 高級1500萬 但是 你想說 咦 我們人們都有幻覺 幻覺就是說 你錢積起來 因為30年來 你的所得增加了 你的小子孫 大家都大人都賺錢 所以你所得增加 所得增加 所得增加的時候 你那個 不覺得說 這裏有通貨膨脹 有通貨膨脹就是 屬於物價上漲 不覺得通貨膨脹 這你就在抵消通貨膨脹 不管怎麼樣 我們這次的時候 並沒有通貨膨脹 然後 那個 利率更加 所以你所得增加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剛才這個 一千萬 買在這裡 這個地方 你算的時候 已經超過一千五百萬 到最後 你把這些東西 都化為限制的時候 一千五百萬 顯然你一千五百萬 大的是一千萬 所以這個值得投資 這個值得投資 相反的 跟我說 利率很高 本來你是6% 6%到我的身家 10%的身 10%的身 你可能 這麼多 一千萬的價錢而已 一千萬的價錢而已 但是你的感覺就是什麼 你到30年後的時候 你這間房子不會30萬 你就負責到這樣 如果沒有通貨膨脹 你就負責到這樣 如果通貨膨脹呢 差不多 30年了 你沒有三貨膨脹 也沒有什麼 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30年前你負責一千萬 30年後你負責三千萬 不夠多 我講一下 我差不多30年前買一間房子 兩百萬 現在我負責三千萬 十五倍 所以你的一千萬變三倍 是無價的 按照你 我們可以說有可能 你如果地點很好的時候 可以賣到五千萬 地點像在台北市 你如果擺在地方 你想說故鄉 要錢現在變什麼 變五百萬而已 30年了 它就漏掉了 但在台北五千萬 差這麼多 所以 地點的選擇很重要 這是我們買房子 可以的過程 我剛才說一下 大家覺得很 要用心去思考 我那時候買兩百萬 我沒辦法 兩百萬都來 我買一間房子 我們大家都反對 我們太太的錢 我都卡電來幫我買 沒辦法 付錢 你還要 要救兩百萬 買一間新房子 我都給他撲毀 我都給他撲毀 我說你不知道 你不會看那個 經濟的趨勢 我當人卡電來說 那既然啊 你是不是 要買房子 說是呀是呀 真的沒有 沒有了 他說 你不是八月底 要去美國 真相 這樣 你出去真相 要帶給他開水 我回到時候 他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碰他那裡 都不站起來 我就 很大聲 說 你這年輕人 你都不太清楚 啊 舊子就要行 沒有半仙兩百萬 都坐在那裡 買房子 我站在那裡 我站在那裡 讓他 讓他說 我說 我回心 我回心 你不是 當年 你不是當年 都去我們 都去日本 東京 台北去 找你的朋友 去這裡 去這裡 去玩 去試試做 他說 我去東京台北去 你買房子 沒收拌 那怎麼沒收拌 東京台北 那房子 三百萬一坪 去到三千萬一坪 說要再去 阿沙醫 新聞 三千萬 要再去 說萬不幸 台北 這五年裡面 不要說去十倍 去五倍 就買不去 一千萬 就買不去 他人很聰明 他也是艱苦出身 这我都没想到 他说 你两百万总结的 你怎么会负担 你还要去美国 我说 我是留心的 去珍藏的 我的薪水两万五 我算成我所有的两百万和家庄进行五十万 两百五十万负借 分纸负款一国的都万九 要算六千块 六千块出来的时候有军米 和一个小孩和我妈妈三个人 我们自己在家 住这间更大间 这样有九千块了 他也是两万五十万 所以他就三万一 他说 你出国没钱 我说出国真是金 如果没钱 扣这两个手 他说 你有打算 我就没话说 五年我回来一下 人来跟我出交说 串哥修 拜托你这人来买我 你要买多少 千二万好吗 我看一眼 譬如你们的钱 譬如你放在银行 你没有用钱 放在银行 我才会用钱 那些银行就来用的 感謝大家 感謝各位去存款 我从来不要存款 我从来就辛苦 都带整块银行而已 银行都负借借借借 因为你们的钱 通货膨胀是台湾一定 等级存在的现象 通货膨胀是一个资本主义 经济里面 一直存在的现象 对于台湾不住完 两头在外 党都靠外面 集会去他要通货膨胀 货币公司就增加他要通货膨胀 如果这样一千万的东西 没到五千万就没计划 两百万的东西 就会变现在三十年后变成什么 变成三千五百万的东西 你想想看 我一次去成品奖行银行 我说完的时候 一个台湾呼呼啼啼 吵我像你以前的银行 我来听你这个银行 我就不会说 这应该是无可颁牛 我不是没钱 我还有三百万 但那件事说五百万 我很感谢 我说更快更紧紧 更紧紧 更QQ 我五百万 那件事说变多少 变一千万 五百万 不够五百万 要再捐五百万 我也不敢 那你还有利息不敢 不敢 跟那些利息 还有没法 一千万 等到你有一千万 已经变两千万了 专用 照顾利息 人家说 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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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两个就是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经济规律 对这来看这个东西 我们对这个方程式 看我们 在说这个方程式 成本要估计 我们的成本 这个方程式 我现在要改 小路面上 这是我们买买房地产的一些考虑 所以买买房地产 不是说 落去的身就不可以买 去的身就不可以买 你就要看什么 看地点 买房地产就一定要看地点 看地方 看你的资金 你是不是有高的影子 我们现在要下这个方程式 就是说 我们说成本的估计 把这次你开始建设的一年 的成本 一年一年都把它 还原做限制 一直到最后营运到 大梯那时候 三十年 三十年后 你要花多少维护费 毁掉的时候 可以买一些毁料 拆掉的时候 有一些抗体的行用 不是说 常常起床 絕對不能用耳吸 一定要用H形鋼的东西 要鋼骨的 因为你三十年后 你儿子可能不需要 要去拆掉 拆到中共调的时候 就会拆掉 但是你如果用 行鋼的时候 三十年后 这次一斤的 抗体的计划 还是三万块 三十年后一斤 计划可能十万块 你儿子也是负费 所以我最后来去世 未来去世 leme Panther 我正 pais 想像你 青鋼的 鋼骨的 你要了解 你的那个シ 我应该是 這個線子是什麼 這是b-c的e加rA0 再加b-c e加rA一次方 再加加加30檔 b-c 這都t嘛 這都1 這是0 剛剛開始1 1 這是30 30 a加rA t就是30 小t就是30 所以這個中央起來 最好你 這個鋼廳 是說這個摺鼻沒的的時候 已經30年了 你賣掉的這個有 這4等於0的時候 價格是多少 4等於0的時候 你就摺鼻 跟我說用摺鼻來算 改成多少 蠶子 這就是蠶子 你如果一間房子來看 很簡單的 你用H1000工 這要有價格的 這要有價格的 所以價格是多少 價格是1千萬 你就有價格給你 就是說 你第一年可能等於0 剛開始在建設的時候 這很大 這等於0 第二年這也等於0 這也很大 可能建設之後 你開始有學生了 這是E加I 第三年的2 T等於2 就是第三年 所以這是V的2 減掉C的2 因為這個合格是變成這樣 VT減掉CT E加I的T 這T等於0到大T等於30年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你的殘子 你殘子余家 愛的30年 這是你的方程式 這如果是1千萬 醫生 這就是你1千萬醫生 就超過你這種人 你花1千萬 去建設的 還是去買房子的價值 政府的建設 資本建設 資本建設 資本主室 也是要精打細算 那像我們民間買一間房 那像我們民間工廠 要買一些機械 完全一樣的算法 我們這個方程式 是把這個成本 分析裡面1跟2 把它加起來而已 1跟2 把它加起來 1跟2 加起來 就對了 這都負責的 在這個所謂的負責 因爲 這個成本分析 這零 這零 零很大 零很大 類似這樣 再來它就開始產生效益 產生效益 30年以後 這個機械 或是說這間房子已經不好 要講到 要講到 而是講到完全沒有半行 你要是鋼骨 都有行 都有鋼骨 都有鋼骨 可以再訂做 聽起來 趁著 把它撞起來 就能聽到 一盞一盞聽到 聽到之後 你還要爭取 再裝 裝上去 要爭取 還可以再用 跟外面 還是儲點 就好 類似這樣 材質要爭取 就整個社會來說 也是將來一定 不可能有兒戲的東西 你去看美國的建設 美國的大樓 沒有人用兒戲的 都是鋼骨的 用一百年 聽到要爭取 還可以再用 要爭取 還可以再用的情形 就是不可以 融化 把那些鋼鐵 舊了鋼鐵 再來把鋼廠 鋼廠 融化之後再製製 過 融化之後 再把捷徑 再製製 出來 都是新的 神工 這樣這小組 才不會浪費 我們看我們浪費多少 地建築 營建的材料 材料 就知道了 所以再來這個算出來之後 當然你把他貼開身變成B 貼開身可以計算B的PV和C的PV B的限制和貼開就是B的限制和C的限制 就是說效益的限制和成本的限制 跟他相處就是變成一本比 收益比本錢 收益跟本錢的相比 一本要大的等於1 我們有很多價位 我們有N個計畫 10個20個計畫 你可以擺下來 B over C的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等於2.1 這是第一個 再來是B over C的第二個等於1.9 順序就擺下來 擺到差不多 我告訴你這個東西2.1 超過1的 超過1.0的都可以採用 會計畫 超過1.0的計畫都是可行 這些可行 但是有很多價位可以做 告訴你我們農總有10個價位 這10個價位 合起來可能要1500億 但是怎麼醫生才1千億來說 這就你要太料 你擺到 你擺到差不多1.5的時候 還是說1.3 擺到1.3的時候 就已經1千億了 就1千億 那如果這樣1.2以下我們就沒了 1.2以下我們就沒了 1.2以下我們就沒了 沒了 沒了 就是延到下一個 下一次 延到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個年度 我們再來接行 再來拔議選 這樣做法才是補修 才不會產生辭職 你說經濟 經濟很差 這無助不行 無助的時間減很多工 所以1.2的 1.1的 都打到1.0 這做的時間要500的 好 這樣中間你就要舉債 你就要恰吉 500的 出資500億 不然你要什麼 你如果沒有出資 你就要加稅 加稅 你這個政府當然要加稅 如果在中央 加稅比較簡單 地方加稅比較困難 這當然是地方 說要用這500億 像台北市 還是國用市 他說這次是新北市 他說我要帶你這件事 要做什麼 要做捷運 掌500億 無助不行 即使捷運是1.2的1.1 大於1.0 大於1.0 所以他也要做 現在中央要幫他補助 不然他要發生公債 翁翁像這個情形 現出市的借助機 他都是要求錢來開 因為對管制中 民選的管制中 告訴你 他錢開哪些 鬧鬧 因為我現在500億 把它放出 議員都包到工廳 他一邊還在選管長的時候 我還在選管長 選那個新北市市長的時候 這些拿到好的議員 都會來捐款 都來做一些回饋 因為我這個工廳本來是5萬5億 5億就做起來了 我付10億去用 李孫之後5億就再賺1億了 只要我付10億去賺6億 這中間 都會一邊 我要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幫我支持 500億我可以有100人來用 可是每一個工廳都5億的時候 有100人來做這個工廳 這是怎麼說 台北官 在這個索尊聰做管長的時候 增加900億的 負傑的原因 我們看表演說 5億是來做得很成功 但是對財政的角度來看 它是很失敗 那像馬英九 旁邊下台時 台北市政府的負傑是1千300億 馬英九 沒有什麼時候2千2億 加倍 那2千2千5億 2千5百億 會有錢 台北還有什麼事 沒有 我跟別人說 我看的人行步道2年就換一次 主人才換過而已 總是現在還腳上還頂住 這樣呢 一定有什麼大件事 沒有 你說蘇貞山說 這就要有高加強 我對土山一直到新增過來 經過幫救的高架橋 這一個 另外一件事 對 對國所說的土山 國所說的 一直跟那個 跟那個秀郎橋 跟英國的秀郎橋 跟英國的秀郎橋 那個地方高架 其實他也有這兩條路出來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政相高級的案子 哪個政府的基礎 就是哪個 哪個 哪個那種的 貪污 政相高級 所以我們擺這個 擺這個 一本筆的順序 就是在選擇優先順序 哪管的台性做 哪個路未做 沒有錢的時候 就對這個切條 沒有錢的時候就對 1.3這個 因為到1.3這個 就開始清了 所以這兩個 價位就不做了 如果說在 政策很不好 不然你就 賊優 不然你就加水來處理 往往 這五六十年以來 將來 政府不要加過水 再來 我們剛才說到最好 就是替代方案的東西 替代方案就是說 每一個價位裡面 這個價位水2.1 但是我是不是要有 比較好的替代方案 可以做一個比較理想的 這個建設 那是說台中港 台中港這個東西 在十項建設的時候 本來是九項 一年五號大是說 我們幾個創一個 變十項 那想說 不然日本是來 日本人台中港都創不下去了 我們就去創看看 就開始規劃台中港的建港計畫 結果政府會去評估 評估的結果 政府會 因為什麼 要取義奉承上 這個蔣經國的意思嘛 去評估說 日本比2.5 2.54 我剛才去了 很清楚 2.54 這步驟不行 一定要做 聽說一定會成功 不如想說 台中港是在 大陸區 這邊大陸區面上 這個南邊是大陸區 北邊 在台中 台中館的北邊 是大安區 跟台下區 三條桂水 都在飄沙 都從台中港來 日本經過登記的研究 跟我說這沒出力了 所以日本就跟安好無助 你說 比日本更飯堂的地方民國 來到這個地方 說他要做看看 如果高級說 1991年 到1991年 剛才20年前 中年20年前 到1991年 他建設好是1975以前 跟1991年說什麼 台中港的人口 要升到50萬以上 台中港的客戶吞吐量 要登記基隆 有嗎 台中2025年 沒有 我在1976年 我去實體調查 還有研究的時候 我寫不說 不可能 1991年不可能50萬人口 甚至人口還要減少 那客戶吞吐量 絕對不可能 他人的一半 一半就打不成這樣 為什麼 當年飄沙你就穿不了 那當時 如果有完結的時候 就去國外市場 到途中的外海 到途中的外海 延伸出去 一百米 兩百米 甚至三百米的外海 做浮潮過去 在外海建港 像現在杜拜一樣 那錢花了就有價錢 像是台中港的外海要做 就有困難 因為什麼 它的飄沙很厲害 我們途中之外 沒有飄沙 沒有大漆 像是藍砍石 這麼小了 像小孩這樣放就這樣 所以不用怕 沒辦法看 百里也不對 百里建港也錯過 百里建港那個所在 你本來是淡水建港 古早是淡水建港 淡水建港 淡水建港 淡水河的飄沙也很多 你百里不是在淡水旁邊而已 所以當時 百里建港跟台東港建港 都不足在土耳建港 土耳的腹地比較大 土耳的鑲鹹比較發電 所以這個替代方案的選擇 我相信 我們民進府接受的時候 這款的科典 我們讓我們改進 當然 要改進 我們要很多專家 有完全的 看還是不要看 安全的 是看三十年 五十年 甚至一百年 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讀書中的時候 讀書中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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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說 三十年會安穿 五十年會安穿 台湾安穿 我應該做什麼事情 我讀書中的時候 台湾安穿 我開始賺錢的時候 我就要一塊土耳 去製造 我 我告訴我這邊 你說 我製造這製造 不錯 老伯 如果結婚 生孩子的時候 當我孩子要拆開的時候 我沒有製造就夠了 我已經算到這方向 我 把我阿伯給一塊土耳來 我來製造 我製造那個五棟 像我三十個人 手抬起來那邊看 那頭 製造成這樣 三棟樓 四棟樓 那邊高 一直開 我在台灣不要看 那麼漂亮的五棟 為什麼我製造五棟 我製造五棟那麼漂亮 我在臉上是養豬場 養豬場在三棟樓 都被製造 像我一棟樓 一棟樓盤的 一點五層 那個高層樓的 臉上 在三棟樓 我都說 你做你把坎樓下來 你不可以放 我都坎樓 我要製造你來 那五棟樓 吃到這裡 背 一直漂亮 一直大起來 整多久 九棟樓 就這麼大塊 那一棟樓的時候 不只要 這麼大塊而已 這麼有的一棟樓 整個土耳 他就發音樂就大起來 這樣說 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的建設樓一定要看 你看 你看 我去奧克蘭 我看有一個郵寄 你說那個 紐西蘭的奧克蘭 有一個大雁 他 那個 右邊差不多三十雙 左邊還三十雙 紐西蘭人差不多三百八十萬而已 為什麼就要創到這裡看 他趴剩一百年後 他可以用 你看 你看 紐約跟柳澤西 一個國所說 八十號公路 對紐約出來的時候 出了林肯隧道 林肯湯 出來的時候 你走八十六公路 一直到一小時 才會到牛尾的地方 這裡多少 就十三 這樣才會減少你佣子 這樣沒有空這裙 空這裙 空這裙就浪費時間 有人在規劃就建議要成功 你要想看 離開紐約 紐約四里 剛才一小時 都十三的時候 這裙空 你的速度是五十五碼的速度 五十五碼的速度是多少 五十五碼的速度是多少 五十五碼的乘1.6 就八十八公里 你只離開 紐約四里 八十八公里 都是十三度 都十三度 在那裡 那我看很可能 我沒有規劃十項建設的財務 我沒辦法 我就離開 行政員 就去檔案 那檔案一年半 就去美國十四 我就等於197 197 79年 1979年 所有建設的話 國所說的也好 我現在坐國公佛的去台中 一上高四公路 我就感慨 我完全失敗 應急建設也失敗 轉體建設也失敗 轉體建設也失敗 因為這就是 送路太久 台北市人口是一萬人的密度 每平方公里是一萬人 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一個都市 你將來看不看不看不看 對1973年開始建設的時候 你要看 19 你要看2000 30年 這中間 五、六十年 中間 這個車輛的情侠 整個推育都是錯誤的 既量經濟的推育都是錯誤的 所以沒有遠見 因為經濟發電市 跳越式的 所以那中間看不開車 所以幾個是 六三度 對台北市一直到 台南社會站 前後 跟土耳機都六三度而已 這是不夠的 那中間的民主人口密度 沒有到一萬人 這三千人 四千人而已 他就十三度 我們是一萬人 結果是四三 六三度而已 結果幾人到台北中間 這四三度 去兩道 回來兩道 這要怎麼不塞車 所以整個規劃是失敗的 怎麼會呢 你現在要右轉左轉的時候 你找不到目標 像我鐵扁塞車 要去鎮扁塞車的時候 搞錯方向 一直穿到熄滴 因為都沒有一個標誌 鎮扁塞車就要從這邊下去 在美國的話 每一個地方 他重要的學校 重要的單位 他都會顯示在上面 而且字體很大 我們不是 我們是很細節 你一直走走走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已經錯過這個出口的時候 你才看到那個文字 或是說已經錯過那個 右轉的 空間的時候 你才看到文字 說這個要去鎮扁塞車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這是很醜陋 很差的 我回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怎麼進來 他說 我們這裡有高速公路很方便 很方便 我說這是完全失敗的機會 沒多久的時候就變什麼 變高速公路停車場 你要想看 變高速公路停車場 所以我覺得很萬壇 就是說 有望政府不把這個地方 當作他的地方 我們要很清楚 當時 中國 幾人跟台北要規劃六線道 台北要跟土耕的時候 規劃八線道的時候 古鎮鎮怎麼說 古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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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樣大的建設 你看 這是什麼心態 一天剛才發展到萬歲的那裡 他就做大冬 所以說起來 台灣人是很不幸的 叫劉王政府把我們吞到那麼久 所以我怕是你看這個舞陽高手說自己看著 自己看著 你以前是要做這個 要把他拖寬的時候 你就在平面邊看的地方拖寬 你可以把那個山招開 土地要蒸燒 你現在做那個時候 一樣要蒸收土地 很難看 很難看 當然這是劉夏劉王政府在台灣的劣跡 讓我們所有本土地人去做一個 關心和感想 我說的 接下來 我們帶他去聽 我們蝴蕊的 梁先生 大家鼓掌一下 請來給我們送給 這段時間 要去廁所的就去廁所 不然就聽他 來給我們送這個口 謝謝 來 我們起立給他經理 來 起立 來 經理 來 經理